請假 老師傅都拿到了嗎 教室內座位空了大半 不少學生都擔心染疫而請假 如今確診的孩童越來越多 為了避免疫情在校園內擴散 北市下個星期23號到27號 都實施遠距上課 有的家長熱見騎乘認為防疫擺第一 因為現在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我寧願犧牲自己的時間 還是讓他們在家比較放心一點 停課是小 但是對於雙星家庭 小朋友沒人照顧該怎麼辦 市府寄出配套措施 要求學校開設照顧班 但是教職員確診的人數也多 遠距實體兩頭勺 人力缺口怎麼補 線上授課不代表是停課 所有老師都在上課中 也就是說我的人力是非常的吃緊 有可能連校長主任都要下來擔任老師 學校級科代課老師到校幫忙 利用預錄課程加上實體受課的 混成教學方式 讓照顧班的孩子跟上遠距課程進度 為了減少跨班感染風險 照顧班仍然維持原班上課 用餐問題同餐廠商也願意共提時間 提供小數量的餐點 確診老師我們不可能讓他上課 他一定要休息 問題是在學校你還是要安排一個人力 在該班班級裡面去看著孩子 形容教學 這個的確會有超出傷問題 校園疫情難斷開 小小孩也都習慣了戴口罩的校園生活 如今全市停課對教學是一大挑戰 但為了學生健康 學校只能全力應戰 華人新聞權力理事件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